你好,今天我们聊聊《穿越非洲200年》这本书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了解可能都落后了好几年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历过这种情况 那时,它其实已经非常富裕 但很多人还以为它还没从二战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21世纪初,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现在轮到非洲了 提起非洲,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混乱和落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世界表现出欢欣鼓舞,然而事实却是冷冰冰的 非洲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立即发展起来 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混乱和衰退 比如90年代的卢旺达大屠杀和刚果内战 让很多人对非洲失去了信心 但那只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个阶段 现在,非洲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门槛上 这本书穿越非洲200年,由郭建龙老师撰写 他亲自踏遍非洲17个国家,50多个城市 让我们的视角随着他的脚步穿梭在非洲近200年的历史里 首先,我们得知道,非洲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 它由50多个国家组成,总面积相当于3个欧洲或4个澳大利亚 所以,这块大陆的多样性是不可忽视的 非洲的第一个百年,也就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 标志着它被彻底殖民和分割的时期 第二个百年,是从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 这个时期,非洲国家纷纷争取独立 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中经历了无数挑战 这两个百年的历史,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大家经常说,非洲是混乱和落后的 这实际上是忽视了这块大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一个百年中,非洲面对的不仅是资源掠夺、核人口贩卖 还有由殖民统治带来的种种不平衡 比如,英国和法国在殖民方式上的不同 英国将殖民地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而法国则是其为帝国的一个部分 德国的殖民行为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 而比利时则像挤干橙汁一样 将其殖民地榨干后留下混乱 即便是同一个国家 不同殖民地间的策略也有所不同 但共同点是 所有的殖民行动都只考虑殖民者自己的利益 这种情况导致了非洲各殖民地独立时 如同一群带有先天问题的婴儿 他们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来克服这些难题 这就要说到非洲的第二个百年 由于每个国家的殖民历史都不一样 他们在获得独立之后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向 有些国家因为选错了方法 甚至差点走到了生死边缘 总的来说 非洲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代的领导人引领 第一代领导人专注于争取独立 但他们对如何建设国家了解不多 第二代领导人的目标是稳定国家 但往往结果更加混乱 第三代领导人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国家发展有更深入的思考 到目前为止 很多非洲国家已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顺利走出了初期的混乱状态 但世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回顾历史 可以看出欧洲的长期殖民统治 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 在欧洲殖民体系解体的那几十年中 变得更加严重 国家独立是一件好事 但为什么非洲国家 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 会遇到这么多问题呢 对非洲影响最深的两个欧洲国家 是英国和法国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 英国在其鼎盛时期 拥有了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土地 其中非洲的土地就占了很大一部分 从肯尼亚的内罗币到西非冈比亚 从埃及的开罗到南非的开普敦 都曾笼罩在日不落帝国的阴霾之下 那么 英国是怎样管理这些分散而庞大的土地的呢 英国采用了一种联邦制的管理框架 每个殖民地都有由英国派遣的总督 和一个议会式的机构 既能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 同时也避免了对英国中央政府造成太大的管理压力 但是在殖民地设立议会 有时候会带来风险 就像北美殖民地最终独立一样 因此 英国人又想到了一种方法 就是在殖民地培育既有管理能力 又认可英国统治的当地精英 也就是买办阶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殖民地居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力 越来越多地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终走向独立 英国人看到殖民地独立的趋势后 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对付这一情况 他们首先在印度进行实验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时间比较长 当地精英也较早地加入了殖民政府 对英国有一定的认同感 所以英国尝试一点点放手印度 同时在印度搭建起对英国有利的制度 让印度继续在英国的贸易体系中发挥作用 这次尝试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于是英国人打算将这一套策略应用到非洲 他们首先选择了西非的黄金海岸 也就是后来的加纳 这里虽然不是法国的主导地区 但对英国来说价值并不高 英国支持了一些政治上比较温和的精英 希望能够缓慢有序地推进独立 但结果出乎意料 当地议会选出了一位激进的总理恩克鲁玛 他并不满足于英国人的步伐 加速了独立进程 紧接着尼日利亚也宣布独立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组成复杂 英国在离开前 尽力避免了各族群之间的冲突 比如让各地区保持相对自治 给人口最多的穆斯林群体更多的选票 希望能够平衡民主与统一 但这种平衡需要时间来磨合 匆忙的独立只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至于东非 这里的价值对英国来说更高 因为自然条件优越 很多英国人已经在这里定居 并开发了大量土地 但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 英国人的管理成本相对较低 然而 面对当地黑人的压力 英国不得不考虑撤退 他们本打算围绕当地白人 建立一个独立的实体 但黑人群体的强烈反对 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 迫使英国人匆忙离开 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在非洲的殖民历史中 法国是另一个对非洲 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地面积 甚至超过了英国 与英国采取的间接管理方式不同 法国实行的是直接管理 可以这样比喻 英国的殖民地 就像是一群独立的孩子 而法国的殖民地 则像是构成法兰西 这个庞大身体的器官 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 法国的殖民地 往往只能生产某一种原料 甚至连加工都做不了 必须先运到法国加工 再运回来 法国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 他们的国家体制是极权的 已经习惯了这种管理方式 同时 这也是防止殖民地 脱离帝国控制的一种手段 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风潮下 法国受英联邦启发 创建了一个 以法国大陆作为核心的 法兰西共同体 试图保持对非洲殖民地的影响力 为了让这一联合体 看起来是自愿加入的 法国设立了一个规则 即每个殖民地 可以通过全民投票 来决定是否要成为 共同体的一部分 为了确保结果符合 他们的预期 法国的领导人 在投票前一再强调 留在共同体 意味着可以继续享受 法国的经济支援 如果选择独立 法国将撤回其所有的支持 大多数殖民地非常清楚 失去法国的帮助 意味着他们将难以建立起 基本的政府机构 因此 他们选择了留下 但几内亚却是个特例 它在公投中有高达95%的人 支持独立 法国试图以几内亚作为例子 向其他殖民地发出警告信号 几内亚宣布独立的那一刻起 法国就撤回了所有的支援 并将所有有价值的物品搬走 那些无法带走的 则选择毁掉 这导致了几内亚政治 经济和金融的全面瘫痪 独立给几内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仿佛一夜之间倒退了十年 这种做法在短期看似有效 除了几内亚和法国 从德国手中接管的 其他几个殖民地外 大部分地区都留在了共同体内 然而 从长远来看 几内亚的选择 反而导致了法兰西共同体的解体 尽管法国撤回了支援 几内亚并没有屈服 几内亚的领导人塞古杜尔 成为了非洲的英雄 成为了抵抗强权的象征 他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美国也不甘落后地提供了援助 塞古杜尔凭借这些外部支援 成功镇压了国内的反对声音 并开启了他长达26年的统治生涯 直至他离世 塞古杜尔的经历 为非洲的政治家们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因此 法兰西共同体成立仅两年后 其他殖民地也纷纷宣布了独立 尽管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对法国的依赖 直到今天 这种依赖仍然很深 他们缺少自己的工业基础 不得不依赖法国进口大量的加工食品 和机械设备同时也要支付高额的费用 他们生产的初级产品大多销往法国 或通过法国转运 随着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体制解体 非洲国家虽然独立了 但殖民者留下的问题依旧存在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 国界的随意划分和民族关系的挑拨 有的民族甚至被不同的殖民统治者分割开来 二战之后 这些被分割的地区重新合并时 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共存了 索马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曾同时被意大利和英国占领 意大利控制的区域人口虽多 但统治混乱 而英国控制的区域虽然秩序较好 但人口稀少 当两个部分在独立后合并成一个国家时 由意大利控制的区域成为了主导力量 但曾被英国控制的地区 却不愿意接受这种统治 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独立 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 某个地区原来有许多种族 殖民者为了好统治 就把他们统统合成一个殖民地 这样一来 带到这块地方独立了 这些种族却发现自己处境尴尬 相互间的争斗就此展开 北非的利比亚和苏丹 西非的尼利利亚 中非的刚果 还有东非的乌干达 都是这种情况 而且还有些情况更糟 比如某些地方在被殖民之前 国内的不同族群之间 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殖民者来了之后 不但没想着解决这些矛盾 反而利用其中一方 对抗另一方 使得冲突愈发尖锐 殖民者一走 这些地方往往就会陷入内战的泥潭 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欧洲殖民者拨下了种子 种出来的却是苦果 最后还得非洲人自己承担后果 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路 可谓是坎坷 那么 非洲该怎样治疗这些伤痛 争取发展呢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这些年里 他们大概历经了三代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因为成长背景 社会状况不同 所以他们的使命和形式风格也大不同 那么 非洲各国的历代领导人都面临哪些挑战 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 通常是在殖民时代末期长大的 他们口才了得 热情满满 有着远大的理想 在领导民众抗争中表现出色 但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 所以在国家独立后 他们在建设方面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例如 加纳是非洲殖民地里最早独立的一个国家 恩克鲁玛就是领导加纳走向独立的那位领导人 本来一个国家建立后 应该专注于内部建设 但恩克鲁玛却把重点放在了扩大国际影响力上 1966年的2月 他突然出现在北京和周恩来总理见面了 其实他去中国主要是为了和越南的胡志明签订协议 准备派军参加越南战争 而这时候 加纳国内大约有600名士兵被命令前往首都 但他们中有的人被告知要去越南 有的却说是要去非洲南部帮忙反抗白人统治 加纳其实是个西非的小国 国家刚建立不久 需要建设的地方多的是 但恩克鲁玛却忙着想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 他不断出席各种国际活动 代表非洲发声 之前称为黄金海岸的加纳 其实有点家底 但在恩克鲁玛这么一搞疼之后 国家财政开始紧张了 民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连军队也对他有意见了 他们觉得恩克鲁玛在军费上 对首都的部队偏心 让其他士兵受苦 现在还要派他们去外面打仗 大家心里想着 与其在外头受这些乱指挥 还不如直接在首都搞个政变 就这样 加纳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政变 实际上 参与的不只有加纳的军人 英国人也在背后搅合 英国人已经撤出非洲好一阵子了 但他们回来插一脚 是因为恩克鲁玛 一直在鼓动非洲国家反对他们 反应的情绪在提升 很多国家也不一定受得了这种折腾 确实要发展经济需要自力更生 但对于习惯了依赖殖民者的非洲国家来说 突然切断与欧洲的联系 就意味着丧失了发展的动力 所以就在恩克鲁玛在北京的时候 他还是国家总统 不料第二天 他就成了流亡者 突然之间 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去越南的计划也泡汤了 最让他难过的 不是英国人的干预 也不是国内的政变 而是加纳人民的反应 民众听说他下台 不但没伤心 反而还庆祝起来 恩克鲁玛带领他们 摆脱了殖民统治 但民众为什么对他没那份留恋呢 因为恩克鲁玛不仅搞不定外交 国内的状况也一团糟 他试图通过政府指导经济 成立国有企业 结果却导致了严重的腐败 民众抱怨连连 加上他还对种植可可的农民争种税 本来过得还算不错的 他们也变得不满 人们本以为 只要恩克鲁玛下台 好日子就能回来 但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加纳的发展 并没有因为恩克鲁玛的离开 变得一帆风顺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 像是追逐梦想的人 他们怀揣着 对非洲乃至全世界的美好愿景 但他们自己的国家 却管理得不太好 接着是第二代领导人 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国内事务 他们的任务是给国家带来秩序 这一代人 大都在革命和斗争中成长起来 许多是军人背景 并且是靠武力来夺取政权的 前面 我们讲到加纳的变故 恩克鲁玛下台后 加纳的局势 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 在短短的十几年间 加纳经历了两次军政府统治和两次共和国时期 七位总统接连上台 其中1979年就有三位总统遭枪杀 东非的乌干达也是个例子 1971年 乌干达的陆军参谋长伊迪阿明 发动政变 夺取了政权 阿明曾经在英国殖民军队中服务 身材魁梧 力大无穷 因此军事生涯颇为顺利 直至升至陆军参谋长 在英国人的默许下 他发动了政变并自立为总统 阿明在军事上可能还行 但要治理国家就显得不知所措了 他觉得国家经济不好 全是别国的破坏 当时 乌干达有不少印度裔民众 阿明就四处宣扬说 他们掠夺了黑人的财富 他命令这些印度人 在三个月内离开乌干达 结果国家不仅失去了资金 还失去了技术和管理能力 此后 阿明又开始攻击白人 乌干达建国后 曾是英联邦成员 维持与英国的联系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 阿明反复声称 要取代英国女王 成为英联邦领袖 因为他曾在苏格兰军队服役 还自称苏格兰国王 这导致英国在1977年 跟乌干达断了外交关系 阿明也不在意 还宣布自己战胜了大英帝国 成了征服者 中国古代的皇帝 都喜欢给自己树立高大上的尊号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尊号是 开天行道 荡平九玉 大圣至神 人文至文 义务 致得成功至高皇帝 不只是中国 全世界的统治者 都有类似的举动 阿明给自己的尊号 更是夸张的紧 他自称为乌干达全体人民的救星 国父 胜利大十字勋章 杰出服务勋章 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 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 陆地与海洋的统治者 陆军元帅 共和国终身总统 博士 伊迪阿明大大阁下 等一场串头衔 就这么几十个字 比朱元璋还离谱 对了 大大在乌干达语中 是对男人的一种尊称 听上去阿明就像个滑稽的表演者 但无知 而又掌握权力的人会带来灾难 乌干达的经济就是例证 后来 阿明得到了来自利比亚的卡扎菲 和苏联 民主德国的支持 但是他把钱都揣进了自己口袋 民众自然不满 阿明开始镇压反对声音 死难者数以十万计 据说 因为埋尸体的坑都挖不够快 士兵直接把尸体扔进尼罗河 所谓鳄鱼 结果尸体太多 堵住了水道 电站都停电了 非洲的领导人中有这么一种现象 最独裁的往往都是第二代 第一代大都是有理想的人 但他们不够重视 解决实际问题的紧迫性 第二代领导人之所以能上台 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这个空子 但他们缺乏教育 有的甚至是文盲 建立起来的政权五花八门 就是因为这些第二代领导人的动荡 人们更加意识到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 非洲的第三代领导人 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对非洲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他们的领导下 非洲逐步走过了艰难的独立初期 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你可能看过《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 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卢旺达位于刚才提到的乌干达西南方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 卢旺达有两个关系并不特别清晰的民族 胡图族和图西族 他们有共同的祖先 血缘关系接近 只是社会地位不一样 胡图族是耕种的农民 图西族则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牧牛人 德国人来到卢旺达后 就加深了这种种族界限 德国在内部搞人种优劣区分 把这套理念也带到了海外 后来比利时接管了卢旺达 更加强化了这种分化 使得两个族群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这种错误理论和政治操弄下 胡图族和图西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94年4月 卢旺达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 短短百天内 有大约50万至100万人 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结束了卢旺达的血腥屠杀的是卡加梅 这位领导人虽然成功止住了暴力 但社会上的问题才刚开始显露 通常情况下 作恶的人会受到惩罚 杀人者必须偿命 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卷入了杀戮 责任又该如何追究呢 卡加梅是图西族人 她在建立新政府时 邀请了很多看法比较中立的胡图族政治家加入 总统的职位也由一位胡图族人担任 作为和解的象征 卡加梅自己则担任副总统 而内阁中三分之二的席位也被胡图族占据 为了修复裂痕 防止报复行为的发生 卡加梅采取了三个措施 首先 她取消了身份证上的族群分类 没有了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划分 只有卢旺达人这一个统一身份 第二步 为了不让大量的罪犯等待审判而死去 他们加快了对罪犯的审判过程 因为正规法官短缺 卢旺达创造了一种基层法庭制度 从民间选出品行端正的人 经过简单的培训 即在乡村组织审判 这样 凶手受到了审判 人民也通过观看审判 重新回顾了当年的荒唐行为 使大家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到了2012年 这些基层法庭结束了他们的使命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超过一万两千个这样的法庭 处理了超过一百二十万盘件 尽管这种基层法庭存在争议 但大多数人仍然感到庆幸 因为卢旺达最黑暗的一页 终于翻篇了 第三步 为了防止黑暗的历史重演 必须让人民有工作 有追求 过上更好的生活 卢旺达地小 资源少 不领海 人多地少 两大族群的冲突 归根到底是在争夺有限的资源 在卡加梅的领导下 卢旺达发展信息服务业 成为了一个新的方向 他希望通过高科技产业 让国家突破非洲的局限 当然 卢旺达的基础条件 并不允许他轻松进入高科技领域 但好在之前 有很多卢旺达人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 逃亡到世界各地 在外累积了一定的财富和经验 在卡加梅的邀请下 这些人带着资金回流 开始从事技术建设 此外 还有大量的投资流入了卢旺达优质的咖啡种植和加工行业 世界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同情 也使得卢旺达的咖啡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 除了吸引流亡者回归 卡加梅还废除了很多束缚性的规则 欢迎各方资本进入 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 卡加梅也宣称愿意学习中国的经验 只要是能促进快速发展的做法 卡加梅这样的第三代非洲领导人非常务实 他们知道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不尝试去做所有的事情 而是专注于发展经济 因为只有经济繁荣 人民才会团结在国家周围 国家才能稳定 社会的其他问题 也只有在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上才能讨论 直到现在 非洲的冲突 虽然偶有发生 但无论是频率还是强度都在逐渐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 非洲正渐渐走出独立后的震荡期 走向发展期 现如今 发展这个词已经取代了混乱 成为了非洲的关键词 中国的手机 电器和其他产品 已经遍及非洲市场 在土耳其 摩洛哥 印度 甚至是中东和中国 都能看到不少非洲商人做生意谋生 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等国 已经出现了相对复杂的加工业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依靠商业发展 而卢旺达等国家 则希望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成为非洲信息技术的领军者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梯度变迁来看 非洲虽然目前还在较低层次 但它有着潜在的未来潜力 二战后 经济发展的重心 先是转移到了日本 随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之后是中国大陆 而最近二十多年来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接下来 印度和东南亚国家 开始接受中国转出的产能 虽然非洲现在还无法与印度竞争 但未来二三十多年后 非洲或许会作为一个整体 在世界舞台上显得更重要 从这个视角出发 非洲拥有世界级的未来潜力 好了 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下期见